皮肤暗黄,失眠,掉发,腿部水肿 都是令人的困扰,你中招了几个 Hello,我是你们的TTT娜 泪丑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不规律的生活作息和工作压力 要新陈代谢糖分代谢变慢 皮肤糖化,身体浮肿 一系列的问题都会跑出来 怎么白天工作忙没时间管理 那睡前坚持这几个习惯 不仅能保证睡眠质量 而且躺着就能变美 首先是睡前拉伸 每天睡前拉伸一下 不仅能够让身材更加匀趁纤细 还能放松僵硬的肌肉 特别是对上班族来说 睡前拉伸一下 真的很舒服 首先呢就是小腿线条的拉伸 肌肉型小腿的姐妹们 强烈建议你们多做做这个动作 放松紧绷的肥肠肌效果特别好 坚持做能让小腿肌肉线条变纤细 有没有爱恰二郎腿的姐妹 长期恰二郎腿会引起静脉曲张 腿型不止小腿肌肉外翻 这些都不用我多说了吧 那就是很难改掉对不对 那这个动作呢能够拉伸腰臀部分的肌肉 腰臀这一侧肌肉拉伸开之后呢 坐下就没有紧张感了 也就不会想敲二郎腿了 那第二点呢就是改善面部轮廓 紧致小脸 有宽脸方向恶烦恼的姐妹们 每天要洗完脸 涂护肤肤品的时候 可以做做这个动作来放松咬肌 让面部线条变得更圆润流畅 嘴巴微张 双手握拳 用指关节在咬肌这块位置 轻轻地打圈按压 记得在脖子上也抹上乳液 然后把指关节从下颚这一块 软的淋巴组织这里 从上到下 一直滑到锁骨的位置 然后在锁骨的凹槽这里 稍微摁一下 这样可以疏通淋巴改善面部水肿 第三点呢就是内调气色 你们知道脸色发黄的根源 就是皮肤糖化严重 但日常饮食完全断糖 肯定是不现实的嘛 所以我们可以适当喝一些抗糖饮品 来帮助改善肤色 第四点呢就是头皮按摩 我之前焦虑厉害的时候啊 头发那是真的很严重 后来每天睡前用气垫梳 梳头按摩头皮 掉发情况真的改善了很多 长发的姐妹们呢 可以先抓住头发的中段 用梳子把头发的中下段先梳顺 然后从发肌线的位置 往后脑梳梳 梳到后脑梳的位置 稍微停顿按压一下 真的很舒服 接着再从侧面太阳穴的位置 沿着耳朵 往耳后梳 按摩完头皮后 整颗脑袋会特别放松 睡眠都会变好 而且头皮穴循环之后 也能够改善脱发的情况 OK 以上就是普通女孩睡前变美 一月逆袭小仙女的生活习惯了 坚持下去 悄悄变美 好吗 好